自从国土商机的影片推出后 很多人私讯引法拍 如何查询国土分区 引法拍 以新竹线的法拍土地为例 教大家使用两个网站 查询国土分区 先准备好四个资讯 1. 县市 2. 乡镇市区 3. 地段 4. 地号 扫描这个QR Code取得网址 建议使用PC版作业会比较好查询 进入网页后 直接点选地瓜上的县识别 就完成第一个资讯的输入作业了 进入第二个页面后 出现引法拍用红色线框起的视窗 您就依序把剩下的三个资讯 使用下拉方式 依序选取后 按下那颗查询钮 第三个页面右下方 引法拍用红色线框起来的地方 就已经显示出国土功能分区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扫描这个QR Code 取得另一个查询网址 建议使用PC版作业会比较好查询 进入网页后 引法拍用红色线框起的视窗 点击最上方与最下方的OFAN钮 让这两个变成嗯 视窗上方有一排黑底的工具列 把游标移到整合查询的地方 会出现下拉视窗 点选最下方的国土测绘中心地级查询 在这个页面 依序输入要查询的四个资讯后 再按下地区查询按钮 这个页面会同时出现以下资讯 一 目前的使用分区及使用地类别 右侧视窗 二 这个地号的地级图 红色圆点 三 用来比对这个地号所代表 国土分区的颜色图例 左侧视窗 学会了如何查询 国土功能分区分类后 以后自己想要查多少笔土地 就能查多少笔 是不是很开心啊 谢谢观看